哎呀 太感谢了 都说有文化的人不会种菜 这个婆啊就是一对夫妻老师 他们最就自己种菜比我的婆 这个婆啊真是太大了 餐吃不完 今天我教大家不一样的吃法 相信周边前往没有人这样吃 只有我的奶奶 多少年前给我们这样吃过 现在回想 我可能几十年没有这样吃过了吧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现在想想 这可能是最最健康的吃法了 看这个婆啊有多大很嫩 先把皮削掉 小时候这种瓜就叫做葫芦瓜嘛 长老了之后就是一个葫芦瓢 这个瓜很大 要先设计一下怎么切 就这样切一泡两半 因为我们要用蒸的 要切长条 要切长条 长条最好是两寸 差不多的长度就好 因为筷子可以夹起来 其实这些瓜瓶很嫩是可以吃的 比较嫩的地方就不要挖掉 直接切成长条就好 这个瓜的中间 这块瓶就可以切掉 其实我都不舍得切掉 很嫩很嫩的 就切这一半就这么多 长度就是这个长度差不多 下来要剪月头叶 给大家看看我昨天种的花生已经变绿了 蜗牛真的没有吃 这些是蒲公英 真的我牛就没有吃 这种方法 装花生很棒 同好的种子也开花了 这颗月头是我在大花盆里 长不开了我就移到地下来 结果 风一样的长 月头的叶子用处很广泛 可以包粽子 可以蒸馒头 都有个香香的味道 所以我前面出小泳片 呼吁大家快种一颗月头吧 我就想说我种的我就希望大家种 我就想把大家当成自己家人一样 你们可别嫌我啰嗦 都觉得很好种很好种 因为用的很有心得 所以就想分享大家 就希望大家都能利用到 因为这些都很简单很简单种 一点肥料都不用加 水都没有长长的浇 剪这些差不多 有要枸杞苗的快捞 你看这些枸杞苗插上大概有二十几天了吧 看都发第二个芽茧了 这些被我撸的做了枸杞小豆腐吃 现在第二茶又长出来了 没有茧哦 直接用撸的 这是韭菜 割了三四天了 这是香菜 现在流出种子来了 马上要重新种了 月头叶子先清醒一遍成土 其实这个应该擦一下 就不用洗了 我土方便 我用水冲一下 把水堵干净 开始注意咯 把瓜条撒上两汤匙盐巴 撒上一些五香粉 撒上盐巴要马上搅拌 如果提前撒上盐巴就会杀出水分 瓜汁就会流出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好 才撒盐巴 马上就可以铺锅 桃叶子铺锅又漂亮 又好看又好吃 马上撒上面粉 中低糕都可以 要使用锅筛的这样比较均匀 今天的这种做法 如果你家有老爸爸老妈妈 就可以中来吃 没有牙齿的人都可以吃 真是入口即化 而且保重水分 瓜的甜度都留住 一棕笼装不下 要种两个棕笼 婆娃这样的吃法是最健康的吃法 没有比这个再健康的了 为什么撒上面粉 就是婆娃经过了盐巴 吃出一点水分 面粉吸收 中熟了就是刚刚好 放一点点的油就好了 剩下的月桃叶放上一块会更香 盖上盖开始蒸 水开之后才能上锅去蒸 一共蒸五分钟就好 多了不用哦 因为葫芦瓜本身就不吃火 这个空档我教大家煎鱼 我这个铁锅是我们台湾最便宜的铁锅 五六百块钱的铁锅 那怎么样就不粘 就用这个动作 锅先不用烧热 加上迷迭香 然后加油摆上鱼 一点都不粘 道理是什么 就是迷迭香 是鱼不会贴到锅底 再反过来的时候鱼就热了 即便没有鱼别香也不会粘锅 你看就这样普通的锅 它的月桃叶来铺盘子 这条鱼比较大 我切送两半间 但是摆盘的时候 就可以摆送一条长长的 在家乡过年过节 都要吃整条的鱼 我这样切开就是不规矩 但是摆盘下面有一个托 我说过如果我提亲奶奶活着 知道台湾还有这样的植物 会有多开心哦 天奶奶都准备几片竹叶子 今年用完了洗出来晾干 用酥夹着 明年过年再拿出来用 我们北方没有竹叶 我这是煎了一个花生 和牛肉在一起的 叫做花生牛排 也是用小月桃叶垫一下 这样的摆盘是不是很漂亮 现在时髦的话 最简单的烹饪 最漂亮的摆盘 也能冬上大雅之糖 关火五分钟了 月桃的香味真是太好了 我知道月桃是在前几年前 刚来台湾是不知道月桃的叶子是什么 都以为是竹叶 看我夹起来 外边是面 里面包住了水分 吃到口里 入口即化 既有面团的饱足感 又有蔬菜的风爽感 加上一点点的蚝油 我们在家乡 就可以蘸大蒜来吃 非常的好吃 这一口 不管你是五六个月的小朋友 还是九十多岁以上的长辈 都是最爱 没有牙齿就可以吃 是完全的健康养生 像我去年回去 奶奶在临走一个月还吃这一口 因为最后也是牙齿没有了 淋上一点酱油糕或者是蚝油 真的是人间美味 你看到这里 又会说 从来不知道 婆娥还可以这样吃 小娘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最健康的吃法 婆娥并不光包饺子做汤 可以蒸来 既当饭又当菜 大家赶快动手试试看 现在婆娥很便宜 多吃瓜类 有益健康 养胃健脾 疏通我们的血管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大家一定要试试 这个小鱼在台湾叫皇帝鱼 我们家乡叫做一面鱼 就是只有上面有一个眼睛 我就说皇帝鱼 大家都说好有意思 怎么还叫皇帝鱼 在我们家乡皇帝鱼就是这样吃 这样吃上面轻轻的蘸上一点面粉 保住了肉质的水分 肉质的鲜内非常的好吃 好了 今天影片先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